這麼重的口味? 不要乖 好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終於 這些傢伙 終於走出來 有笑容 因為有水可以抽 其實 說真的,運動員 遇到這些傢伙是這樣的 這些老闆 風光的時候就走出來抽水 運動員和畫家 一模一樣的,他們收到獎金 其實在問我 還有沒有機會玩到下一屆奧運 或者亞運 你說支持香港運動 你不要口爽何包黎 有威的時候 就走出來抽水 沒有的時候 又鬆人閃人 陳七、歐陽耀聰的Facebook 他們都有說過 最不希望一件事就是 政府再搞個鳳凰計劃 那些錢按道理 鳳凰計劃這次 以前搞的 舊達王、楊達的時候 鳳凰計劃是說 因為東亞運動會 香港足球隊終於拿到金牌 所以 就要搞一個計劃 要搞一個很好的清分出來 然後幫香港足球隊 再拿到不同的 錦標 但問題就是十年過去 大家就去對比 當年東亞運動會輸了那群人 可以在世界盃 決賽州入球 但香港搞了十年 究竟成績是怎樣呢 就是 你看到其實是那群高層 又或者是 負責搞球的那群商人 分了那十億鳳凰計劃的錢 但是就沒有做到任何的事情 哈馬尼輝就說 霍英東下一代玩了 對 那麼今時今日 你會見到 即是出來笑的那個人 對 畫面裡面那個 是叫霍啟江 跟著說 派獎金那個 是叫做霍啟山 全部都是霍家的人 嗯 那你想想想 可以多腐敗 那就好了 沒什麼所謂 做運動員 如你這群人就是這樣 如你這群人 如你這群人 有威就出來抽水 事實上 今年呢 香港的運動員 就是在奧亞運裡面來講 成績真的很好 八金十六銀 二十九銅 五十三面獎牌 是不是 好不錯 那今天呢 楊潤紅就上了去 智雲大師的節目 那大家都問 最重要呢 其實你會不會 考慮投放多些資源 給香港的運動員 他是這樣說的 他自己就說 會想整個亞運 哇 挺奪金 最感動 因為第一金 男子二人的單獎項目 其實令到他最感動 看到什麼運動員 林申動 黃偉俊上岸之後 跟教練團隊的關係很好 你都不知道現在做團隊 做教練 最緊張的是什麼 最緊張的是播國歌 今年呢 在亞運 因為在中國的場地 應該不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 為什麼他們可以 今年 亞運 不會有播錯國歌的事情 本身是很大壓力的 今年 OK 今年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但是下一屆 你說可能去到日本 去到韓國 就很難說了 韓國之前已經有播錯國歌的經驗 一開始播錯國歌 是在韓國發生 是啦 之後就在沙地阿拉伯 好像是吧 杜拜 杜拜 那好了 你現在說 好好的關係 那是因為今年不需要擔心 因為今年在中國 不需要擔心 播完榮光而已 如果你在大陸主場都有韓榮光 立刻拿去打吧 立刻找個播歌的出來 表演這個什麼 表演槍擊 立刻在頭上放一個蘋果 表演被人槍擊 國內的同胞都為香港人運動員打氣 我知道 但是有些曲線 尤其是港隊 港隊港竹 去到四強的時候 為什麼大陸人會為香港的港竹打氣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是一種羞辱 是羞辱這個國竹 因為國竹能打得屎 這是定律來的 國竹能打得屎 然後你看看人家 一區之隊都能打得好過你 然後叫國竹反省一下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真的跟你入四強 怎麼會跟你這麼客氣 真是天真嬌 楊潤航 他就說 感覺非常之好 智雲大師又會擦鞋 哎呀 那你腳頭好 嘩 現在你做主持要說這些 真的難受 沒有辦法 今時今日續排這些 你得罪楊潤 或者得罪任何官 你都知道會出事 幸好我不是的士佬 要開著收音機聽這些 然後陳志雲就這樣說 哎呀 這些是香港運動員努力 誰做局長一樣的 我估計差不多 我估計 你說這些話 真是難聽 真的這樣說 如果沒有牌拿的話 你躲起來了 楊潤航 就是了 還出來接受訪問嗎 好啦 即是 幫你擦鞋 即是給你高帽 你帶了 那好啦 那會不會給多些資源 給運動員 會不會 可以拿到更多的資源 那一講到錢 就耍手另頭 這個楊潤航這個仆街 因此 始終大家都明白 政府資源是有限的 那個餅只有這麼大 分去不同的政策範疇 跟著再分去體育項目 體育項目再分去給那些精英 精英再分去給哪個項目呢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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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做這些 究竟 其他國家多厲害 你別這樣說 你這麼說 你這樣講的時候就麻煩了 如果智雲大師這樣問的時候 那就是了,人家窮都可以打出成績來,為什麼香港不行呢? 這些黑博老闆就是這樣,你不要說這些話 他知道就會這樣,他就會剝削你 你知道那些黑博老闆,一身人總會遇到黑博老闆 黑博老闆最流行是什麼呢? 就是看到人家風光一面,人家都可以,為什麼我們不行? 所以我們要加油 然後呢,你就頂硬上,你就抵抗點,大家一起OT好不好? 但反過來再要這樣說 但人家OT可能人家請來吃飯,請來吃蛋撻,有葡萄,有很多東西,你有沒有做到? 就是這樣 日本足球發展了三十多年,那三十多年裡面,人家是認認真真地想 中學學界比賽,大學學界比賽,怎樣跟職業聯賽掛勾 還有怎樣去鼓勵,我們經常都說,鹹片發行商,DMM 那一堆人去收購海外球隊,然後再捱日本的球員去歐洲那裡踢球 就是我看到這些,我很明白這些黑博老闆就是這樣想的 你一問他拿錢的時候,這個世界不是那麼簡單的 又經過很多部門的,個個都要錢 我分不得你的,每個人都要問我拿錢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Be Free Man都說,黑博老闆叫自己買,叫你自己買飯 你需要一個制度去處理,怎樣去分配一些資源 不是那麼簡單的 就是這樣,灑太極了 說到尾就是,威又拿完了,又拖光了 你問他拿資源的時候,他就是這樣 但以往,我們都說,很多窮國家發展足球 因為泰國事業的Proposal是另一個故事 楊潤雄又說了一些,媽媽是女人的事情 也會考慮一下,現在會按過往的成績 曾經參加的項目,世界性的比賽,亞運,奧運 去決定資源和培訓,是不是開門 楊潤雄又說,當局會考慮 當局,政府有份,當局 說到好像在這裡說波佬 我們會考慮在公平公開的制度 在個別一兩個項目,做試行計劃 喂大哥,你獎勵那些有表現,出色的項目 你都要試行嗎? 這是原則問題,對吧? 人家做得好應該給他多一點,還要試行嗎? 楊潤雄真是,楊潤雄 會不會有個別一兩個項目 我們覺得,對香港人來說,我們比較有信心 或者有機會,只要我們給多些資源就能做到 我們就嘗試一下,在這一方面想想 我越聽越火滾,如果我是陳志雲的話 一杯水撥下去吧,你老毛 我沒有 抽水你就會 那麼喜歡的水,一杯水倒在你臉上 你真是 網友都有說 無論是陳志雲也好 陶傑做節目都喜歡擦嘉賓鞋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最重要是不要炒我的節目 但是你那個嘉賓,楊潤雄那些 你說到差不多一刻,慶喜,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對著這些局長,我真是很佩服陳志雲 如果陳志雲,我真是大佬 不只是用杯水撥下去,你整個杯子撥下去,你老毛 真是 這麼會抽水,真是 整個杯水給你 香港政府對運動員很刻薄 一直都是這樣的 香港政府從來都是你群運動員 拿到成績才有資源 就和其他國家的玩法就是他們決定 要給資源慢慢訓練一群厲害的人出來 然後就去拿獎牌 而且他們拿完獎牌 我們經常都說,例如你 日本馬拉松選手那些大碧傑 他後面是有一堆贊助跟著他的 人家甚至是鼓勵你 如果你想不太需要依賴政府資源的話 香港的企業是應該要 和政府一起承擔這些訓練成本 但事實上大家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坐下來一起去做